处处和哈马斯爆发巷战 以色列军队同时找到更多哈马斯重装武器 以军进攻马不停蹄 过去一天正在整个加萨 袭击了250处目标 甚至传出 以军已经突破哈马斯在南部大城 该有尼斯的防线 而且现在正全力追捕哈马斯的最高领袖辛瓦 那么辛瓦仍在哪 以色列有官员说没意外就是在逃 以军则说他应该躲在当地地道 而总理纳坦亚胡大喊抓到辛瓦 只是迟早的事 曾被以色列关了20多年的辛瓦 2011在一次换球中被释放 重回哈马斯政坛当上领袖 满怀报复以色列的心 然而哈马斯10月7号入侵以色列 带回的人质中不少人还传出遭到侵犯 纳坦亚胡呼吁国际社会 谴责哈马斯行为 虽然在加萨的军事行动扩大 以色列军方强调每过一分钟 哈马斯手中人质就越危险 因此再度誓言要赶紧把所有人带回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